大家好,我是指揮中心指揮官丹市長 全球武漢肺炎,由前也繼續在討論 台灣也對十二月設立、敲動、儲藏、公益轉案 第一,如果需要一間台灣,還是要從這裡轉機 請準備定期前三日來的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 一邊後也請配合國家減疫 第二,出一八大年的重疏請你一定得到好處 不然是疫情、武漢肺炎,也要留感到肺炎性的傳染病 第三,請到醫療醫所提高減降,家教如果有新生的個案來通報採檢 感謝所有,讓議人員繼續研修工業 也請大家向我們作為打拼 廣東修華,你後來健康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間新聞,我是蔡曉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新北市土城國小管樂團 歷年來音樂比賽的成績卓越 精彩的表現需歸功給創團老師黃忠明 黃老師因疾病辭世,為了要紀念黃老師 校方與畢業校友組成了土城愛樂管樂團 以崇敬於緬懷的心舉辦紀念記憶中的您 留給大家最溫暖的回憶 土城愛樂管樂團 土城愛樂管樂團演出曲目是他們就讀國小時參加土城國小管樂團 由黃忠明老師指揮的參賽曲目 而今再聚首組成愛樂管樂團 除了是音樂同好之外 更因為懷念與崇敬的心情 藉著舉辦記憶中的你黃忠明老師紀念音樂會 想念起那些年黃老師指揮帶領垂軸樂器的歡樂時光 那從我加入的時候 那我上一屆才剛開始 去做第一次的音樂比賽 那你在這幾組的時候 從那時候開始連續的事情一直到現在 然後大家跟我來看成績都好收 那我覺得 一切大概 沒有黃老師 就不會有 黃圓團 這間音樂會 吳老師你要來幫我們一點點一下 我真的 很困難 我還沒有開始說 那個期待就已經太同列 但我真的已經調適了很久 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話說 這個圖陳國強管樂團 只要提到這個管樂團 就一定要提到黃忠明老師 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樂團團是一個五號樂隊 就鼓啊跟拉拔那種 在朝著三家 那黃老師就一代 在一代 但是在民國八十二年的時候 就把這個古號樂隊 改 製成完整編織的管樂團 我真的最早期 對這一塊也不是很熟悉 那自己打擊是有接觸一點 那時候他們 古號樂隊從外面請個老師來 看他拿鼓棒是這樣拿 然後教學員就這樣打 這樣打 那可能 不知道是因為我沒看過 怎麼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後來我就願意跳出來說 我願意來帶這個團這樣子 黃老師熱愛音樂 主動承擔起土陳國小管樂團的發展 培育出許多音樂種子 對團員們來說 黃老師因病離世是震撼也是不捨 而過去許多的美好 校方和畢業許多年的團員們 以黃老師喜歡的音樂和編寫過的曲目 再重溫這一些精彩回憶 黃老師的用心 把這一切的這個經歷呢 都把這樣音樂的精神傳遞到我們身上 讓我們在職場或職場中 也可以在鼓勵或這些能力 音樂的訓堂 另外相方保留黃忠銘老師 帶領管樂團演出的影像檔案 當年演出當中 還有黃老師的另一半 搭配表演民俗舞蹈 有黃老師帶來的音樂元素 讓過去那麼的美好 願這份黃老師的相關回憶 永存於你我的記憶當中 謝謝你黃老師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最瘋生奇的日子又來了 西美市各區都會推出生奇典禮 其中永和區公所部分 邀請聲樂家許文榮 領唱國歌帶領大家開嗓 高歌迎接2021 第一 知名歌劇杜蘭朵中永嘆調 《公主夜未眠》 由南高音聲樂家許文榮演唱 許文榮是永和在地人 受邀大型活動詮釋經典美聲歌曲 而他將在110年永和元旦神奇典禮中領唱國歌 帶領大家開嗓 高歌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也傳遞出對國家的愛 那今年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有永和的在地人 許文榮 許老師 有台灣盼華落地之稱的許老師 來領唱國歌 那同時也會邀請 來參與 永和區公所表示 110年1月1號早上7點半 在永和仁愛公園舉辦永和元旦神奇典禮 安居樂業實現願景活動 邀請大家踴躍參與 同時準備了小國旗還有口罩套等小禮物送給民眾 來參加的話可以領取國旗的口罩套 那另外在現場來參與我們公所 列出的打卡活動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神秘小禮送給大家 110年1月1號有空嗎 請安排行程 12月31號跨年活動後 呼朋引伴來到永和仁愛公園 參加永和區元旦神奇典禮 和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為了要降低公安意外 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土城7年住宅工地 而土城7年住宅距離捷運海山站 只要6分鐘 外界就很關心租金的價格 是不是會像台北市明倫社宅一樣 上看月租4萬元 土城7年住宅施工進度 大略完成建築主體 而為了配合降低公安意外宣導 新北市長侯友宜以此工程基地 作為推動低風險工地認證飆渣 和營造工會業者等人 一同簽署合作書降低公安意外 而土城7年住宅鄰近海山捷運站 只要6分鐘有地力之變 加上台北市明倫社宅 4萬元的租金錢力 外界更好奇租金定位會是如何 當完成以後 租金一定要跟市場打7折到8折的方向來走 來照顧一些需要被幫助沒有防止 需要被機制上提供更優惠的條件來進行 這是我們的大方向 侯友宜強調新建社會住宅 包括交通便利還有方便的生活機能 施工品質更要做好 而土城7年住宅共有534戶 22到30坪的坪數設計 以22坪來說市價的7到8折 租金會在2萬元左右 這個社會住宅在土城這個段 離海山站只有6分鐘 那舊學就業的環境非常的棒 那目前我們原則上 就是蓋22坪到30坪左右 那以22坪的租金一定會在2萬塊以下 來符合我們社會住宅當時興建的美意 來符合我們的居住正義 新北市土城7年住宅租金不會上看4萬元 侯友宜強調是市價的7到8折 如此一來才能符合社會住宅興建的美意及居住正義 讓更多弱勢族群能夠有遮風避雨的家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新北市長何友宜推動健康 不管是年長者還是小朋友都要適時的運動 而他點名新北市議員的身材最近 比較有點虎背熊優的趨勢到底是誰呢 一起來看想一下再說 哈囉大家好 有看過我上一集節目的呢 請在底下留言想一下再說 我們會抽出10位好朋友送他精美的小禮物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拜訪土素三鷹 很有份量的一位重量級人物 走大家跟我一起來 聽說他最近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最近變什麼樣子呢 嗨 藝人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菁姐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藝人你變了好多喔 天哪 怎麼會變這樣子 都沒辦法吃啊 就瘦了啦 對 選幾天完了你要瘦很多 因為這個三餐不計 吃得少然後就瘦下來了 藝人請你想一下再說 我覺得不是喔 你一定有什麼秘方 跟我們講一下 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樣的秘方好嗎 這個叫做我們的這一個 運動的這一個手感 每天走路不斷的走路 讓自己瘦下來 不過我聽說還是有一個秘方 你一定還沒有講出來 我們來看看藝人以前的照片好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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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這根本差不多兩人了 哈哈哈哈 這個齁 現在絕對不是同一個人 現在絕對不是同一個人 有有有有有有有 怎麼會這樣子啊 這個齁 男人肚子大齁 這個風險 女人肚子大就是希望 不一樣 這個齁 內臟脂肪過高 血脂肪過高 擺固醇過 三個穿乾油脂都會過高 唉唷還有這一張啊 我怎麼覺得說 這是側面還有一張是正面的 唉唷不要笑太大聲啊 哈哈哈哈 是是 五月份我會看到 自己會嚇到自己啊 接下來我們來真心話大考驗一下 請想一下再說喔 好 議員那先把手放上來 這是什麼 這是老實說嗎 這個如果沒有說實話的話 會被電 電的很慘 會電人喔 欸欸很電的 真的很電的喔 要講老實 要說實話 好 議員請告訴我們大家 您在最重的時候是幾公斤呢 差兩公斤就破壞 就破壞了 我講真的耶 你怎麼那麼壞 98 所以你要講98嘛 議員除了不吃水果結石之外 你一定還有什麼撇步 沒有告訴大家的 我有偷偷去看中醫 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喔 欸真的耶 議員 聽說被市長嘲笑 聽說你對他的肉頗有意見 有齁 民情節以前是雄壯龜魚啊 看起來很勇猛 還有做哪些特別的方式來幫助你減重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一個減重啦 只是說有一次跟市長在吃飯 他就是說他曾經當過巡視警察 如果說太胖就說好痛啦 那市長就說菁姐 你要去適當的一個減重 讓自己更加健康 對 尤其市長要做個小短腿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看議員 目前經過十幾天的減重計畫呢 到底減了多少公斤 看議員這十幾天 到底減了多少公斤呢 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會送這個贈品呢 猜猜我現在的品牌是多少 這個猜對了 我們就送你一個精美的這個 卡鏡圖 這個可以裝水 可以裝茶 可以裝油 但是你要猜中啊 我點了多少 你看看我現在是幾公斤 趕快喔各位觀眾 趕快在底下留言喔 有沒有很神奇很厲害呢 各位請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拜拜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全台跑友眾所矚目的運動盛世 新北市的鐵道馬拉松接力賽 12月初在滂沱大雨中落幕 即便天候不佳 仍然聚集了650隊 超過了4500人 歡樂開跑 這一次呢 特派記者阿萱 揪團大學同學來挑戰 47.6公里全程紀錄 要讓新手跑者一次上手 1.6公里全程紀錄 這是他們的接力服裝耶 好酷喔 他們可以說一句話是 4.6.74啦 他們就可以睡覺了加油 哇 成功就好棒 那真的是最後一秒 3.2.1 Let's go 哇 哇 percent 哇 欸 Kill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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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交接給家綺了 我要來交接給家綺 我拿給你嗎 我拿給你嗎 這個給七七 GoPro要交接了 這邊要 我還跟你說一句話是 我們就可以睡覺了 加油 我們就要搭著這個小火車過去了 我們就要搭著這個小火車過去了 對啊 我剛剛追火車追得很近 因為都沒搭啥 就是看我深山當中的 要幹嘛 這個是 千王的風景啊 有一個波 很大的波 小小 好漂亮喔 一山棒主 這邊就是新北市的海景 現在有 有好玩才是重點 玩智得參加 超過的 車子來了 車帶 丁家綺呢 啊 怎麼 還不見人意 第一名抵拉 終點了 我們是 我們是另開的第一名 834來了 我家的大寶貝來了 他終於來了 他現在回來了 他今天擔當我們要跑最長的選手 而且 我不知道 我要再去把冰露 一直在上下坡好不好 快 你給我 沒有禪話過啦 忘了忘了 忘了 忘了 這裡說一句話 是 1674了 就可以睡覺了 加油 十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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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午失敗 謝謝觀賞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翔 今天真的是最後一年 我要開始 不能幫他跑步 前進的挑戰就是 看能不能都不要停下來 不知道是 汗水還是雨水 真正風景很漂亮 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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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跟你們說我旁邊有好多位 互發食者 超大的被他們撿走了 好像是最後的跑步 真的無法用跑的 我要使吃 宣直呼吸 感謝 不用跑的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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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要帶畫給你 這隻嗎 繼續跑 不要放棄 終點給你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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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加油 我心加油 我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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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錯耶 好感人喔 有洋中 我身邊有很多胡花石的 日系機車的 最多曾經有六台機車跟著你 那你剛剛說我怎麼樣 很棒 好感人喔 好感人喔 有啊 到後面還堅持著用跑的喔 對啊 最後要衝到終點一定要跑一下 前面要走的就算了 好 很感人耶 因為我剛剛就一路跑 然後我身邊有很多胡花石者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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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標